不同的媒体从不同的视角来出发都会有总结出2019年不同的问题或者不同的挑战 亚洲周刊这份总结是比较片面 只有两个问题它触及到了根本 一个是中美冲突是2019年的一件大事 这是对的 还有中国经济下滑全面的衰退 这是一件大事 但是其他总结都偏小 什么假疫苗或者一带一路这些问题都太小 其实2019年中国真正面临的冲突分 中国的 中共的 或者习近平的 或者中国人民的综合起来 还有很多重大的事情 比如说中国人民要求进步和中国共产党强推倒退 开倒车之间的冲突 还有中国人民的民主诉求跟习近平挤走路线这样的冲突 另外就像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综合起来的话 有新疆 有西藏 有中国的基督徒 这些信仰冲突叫宗教 重大的宗教问题都在里面 另外还有重大两个事情不能忽略的就是 南海可能爆发冲突 中美在南海 而且这个南海冲突一爆发不只是中美之间的问题 是中国跟周边国家的问题 另外还有在台海所爆发的冲突就是两岸危机和两岸冲突 一方面是两岸的价值观渐行渐远 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越来越巩固 而中共的一党专政不断地开道车走回头路 还有中共领导层所得的这种强迫症 所得的这种偏执狂对台湾的步步紧逼 以及台湾人民的反弹 这些都是一些大事情 所以2019年的时候这种冲突 对我就说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对象 可能有不同的定义